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计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到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的经费是由大家的人民公民的支持捐款 所以我们才能够一起来做这些节目 也欢迎大家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包括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谈一本书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有时候会谈电也会谈书 当然谈的时事的比例是比较高 我自己在研究所有一门课叫做传播政治经济学 有一个本书我就一定会开那本书叫做写汉超商 写汉超商这本书其实在谈的是在台湾的便利店工作的一些人 这些所谈的便利店的店员之外 其实也谈到整体的台湾便利商店的整个产业的结构 以及在里头劳动的情形 那这本书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本硕士文文 不过最近也有另外一本书也一样是在谈便利商店的店员 不过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描述便利商店的店员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包括这个他的劳动条件 包括他怎么去应对一些奥客 还有怎么去操作那些机器 然后怎么让自己身心俱疲 所以这本书非常好看 他的名字叫做万能店员 我的便利你的过劳超商的社会代价 今天来跟我们在线上一起聊天的 就是这一本书的作者张立祥 立祥你好 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立祥来跟我分享你的书 这本书其实不只是一本书 其实也是从你的硕士论文来改写 各位先请告诉我说 当时为什么去 因为愿意要去便利商店打工 然后为什么要把便利商店店员的 这个所谓的工作的形态 写成硕士论文 这样的一个群体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这个主题有什么重要性吗 那首先是我为什么要去便利商店打工 其实一开始的动机非常单纯 只是因为我上大学需要生活费 就是我需要赚我自己的生活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 一个经济动机 我没有任何想要做研究 做报告或是进一步 就是了解操商的一个意图存在 对但当然就是因为当时 读社会系 所以在系列赞领位置 他会遇到一些社会学的知识 那就是社会学比较强调 做报告或是一些 就是试图理解社会界长的一些训练 所以当我需要做报告的时候 对最适合的一个场所 当然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便利商店 因为便利商店其实有蛮多的 一个素材存在的 对那 但它是一开始是存在的 经济动机没有错 那直到我大概大二大三 做得比较熟悉的时候 那就开始会想说 其实有点无聊 就是想要转换一下跑道 对就是心类的部分其实存在 然后也会开始对超商本身 有多一些省思 那当时也有一个情况是 就是老师刚才提到 写案超商这本书 其实也是过去 我一直以来很重视 就很喜欢的一本书 那它里面提到了一些 关于超商现场的了解 一些描绘 对于一开始我是非常青睐的 但是在我工作经验 越发多了以后 我发现好像跟我自己的经验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开始想说 那是不是其实 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也许现在超商跟以前超商 已经差距是慢慢拉开来的 所以当时就开始做了一些报告 然后去把这个 我理解到的一个状况 然后和写案超商之前的状况 做一个整理 然后也才发现说 原来其实可能 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样子了 其实是有点变化的 写案超商大概是 十年前的一个作品 刚刚你谈到 已经在你工作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不太一样了 当然也许才可以 再继续跟我们讲说 这个其实短短的十年之间 超商 台湾的超商的形态 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 而在里面的工作的 这些人员 他们的感受 或是工作的量上面 或是类型上面 有什么不同 不过也想要请你同时回答 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 就是到底台湾的便利商店 是怎么开始产生的 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是24小时 在很多地方都有 我记得我们在很多的 这些一些文章当中 都会把便利商店当作 是不是一个地方 是不是够进步 够繁荣的指标 例如说中东大学 其实常常会被人家嫌弃 这个旁边这个超商很少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暑假 突然增加了三家的超商 大家就突然间就 哇好方便 可是这个 这种情况可能 是在台湾独有吗 还是在全世界都有 台湾的超商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台湾的超商 其实最早应该是1980年代左右 那时候其实也比较 本土的一个现代化 比较本土的超商 应该是青年商店 那青年商店其实是 台北市政府的市场处 跟农村复兴委员会 那个时候就是跟很多的 一些供应输果 一些厂商联合起来 他们希望做到一个 产地直送的一个销售模式 其实这样一个销售模式 就比较类似我们现在的超市 也就是可能上油端 直接把农商品 直接运输到超市 中间可能不用经过中间的盘商 做一些其他抽取价差的 就是减免抽取价差的 这样一个可能的状况 所以其实一开始青年商店 其实是比较偏向超市的 那后来其实也有一些 平价的超市慢慢出现了 对那统一超商 其实是在这个情况下 而衍生出来的一个 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 那当时他虽然叫做 名称叫做统一超级商店 可是其实他本质还是 有一点点接近超市那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超市的星级 或者说现代超市的星级 其实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 因为就是 是1980年代左右 应该是台湾经济 俗称经济奇迹 比较后半段的时候了 那所以很多人那时候认为 其实台湾国民所的提高情况下 可能大家其实都需要比较认为 比较光亮 比较干净一个消费的场所 对因为毕竟我们过去对市场 是是是是 对于我们过去对市场的认知 可能就是比较 比较光线比较偏暗 或者是价钱都不一定 可能还要去溢价 对那比较新兴的需求 就是大家所得提高 可能会比较要求品质 也可能价格也实际上是固定的 我可以一眼就看到价格这一种 会让消费者是比较安心的 所以不管是早期的超商 或者是那时候的市场 其实都在这个情况下新奇的 那统一超商当然是 到目前为止 就是中复比较久的一间 而且平台比较大的一间的 便衣商店 对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 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超商会让人家觉得 相对之下是比较干净 比较光鲜良力 甚至好像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城市 必然必须要有的一个象征 所以就像我刚刚谈到说 有些同学到了比较乡村的学校 就会觉得说哇这里非常不方便 不方便地方所有的交通不方便之外 其实还就是一个不方便 就是没有便利 不方便的便利商店在这里 好那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看到这个超商 已经跟很多人生活非常的紧密 并且分不开 然后超商也基本上来讲 已经是我们生活里面 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 所以在你的这本书里面 一开始我被吓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这本书一打开 就是一个非常密密麻麻的这个超商工作的这个数字图 这个数字图 哇这个到底有哪些项目 然后你们真的是在这个工作的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要把这个数字图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工作 都能够弄清楚 这是都能够执行吗 显然是看起来当然是组合了那么多 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开始学的 那台湾的超商东西当然是非常多 没错那事实上在说明天打开的第一页 那个所谓的超商电源技能书 其实也是经过我简化以后的一个技能书 事实上在原本的 对对他是简化 在我原本论合里面 其实曾经做一张圆饼图 那这个圆饼图其实是按照各个 各个产品的类别 比如说可能是日用品 可能是寄件的服务 可能是即素食产品 可能是泡面类的 可能是巧克力口香糖类的 按照这样商品种类画下以后 发现哇那个圆饼图的颜色 每一个颜色都代表一个产品类型 那个颜色非常非常多 那在一个颜色区块底下 其实更有很多的细项 比如说口香糖 可能有不同类型的口香糖 巧克力也有 不同形态的巧克力 所以其实台湾的超商 其实产品当然是真的是非常多 远远不只有可能超商 就是我这本书打开第一页那样的情况 那在东西那么多情况下 要怎么去做学习 其实我认为 他的学习的基本的元素 不脱重复劳动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超商里面有很多的商品 当然是无生命的商品 或者是机器 这些其实都需要 必须透过每一次的工作期间 然后重复的去触摸它 重复的去操作它 藉由这样身体记忆的一个培养 然后让自己会慢慢熟悉 这些工作场景 事实上其实那时候 我曾经尝试过回家做一些训练 就是在家里面 回想工作的场景 看能不能在家里面 就可以熟悉那些工作 然后再回到超商上班的时候 可能更快速的上手 但几次的尝试 其实都算是失败的 所以其实重复劳动 来培养身体记忆 我觉得是在超商这个东西 这么多的一个工作场景下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学习的元素 从某小时来讲 他也是从所谓的民科在身体 就是这些工作 是完全是跟你的身体 是结合在一起 我有时候看你们 刚刚讲说口香糖不同的颜色 都必须要很清楚的记忆 我有时候看到 例如说有人要买香烟 一转身 什么时候这个手到底要摆多高 要拿到几号的香烟 他就可以立刻的反应出来 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太像个人 像是一个机器人 或是像是一个非常反应灵敏的人 可是你们其实这有机器人 其实你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客人 你们也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机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忙得过来 怎么有办法去 一方面要对付人 一方面要这个人 你可能还有奥客 或是大牌长龙的人 或者是你还有一些 这些各式各样的机器要去做 例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自己在学校这附近的超商 过去我们有一个饭店 就有很多中国来的旅客 那中国来的旅客 他其实来的这个 他的对政不熟悉 所以他们其实的动作就会比较慢 然后他可能要拿纸币 拿钱币 可能也会比较久 所以后面的人可能就不耐烦 不耐烦 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气 当然他有可能是出在这个中国的旅客的身上 但是他肯定会对店员不爽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 他存在了很多的机器 很多的人 他甚至存在了很多的情绪 怎么应付得来 对确实在超商里面存在很多样的任务 不管这些任务不管是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客户 就是消费者 或是面对我们的很多的机器 我们必须维护他 或是利用他做一些产品 这些东西是很多的没错 那对于店员而言 其实他当然是必须在心中有一把尺 去安排说 哪些事情要先做 哪些事情是后做的 对 比如说 刚才提到中国游客拿钱币的 这个样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客人的情绪安抚 或者是现场冲突状况一个处理 优先的方程序 对 那后面的客户 后面的客人可能就是请其他店员 再来协助处理 也就是双轨并行的方式 所以其实在店员心中 其实是应该要一把尺 就是判断哪些事情先做 哪些事情后做 那任务多确实没错 那任务多的情况下 其实每个任务和每个任务之间 虽然已经安排好先后顺序了 可是他的中间的间隔可能是非常非常短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其实店员在心里面安排优先顺序 有另外一个时间的时度 也就是在所谓的尖峰时刻 他们可能会专心的忙碌 譬如说我们可能 专心的会在柜台里面做结账的动作 也许是午餐的时间 晚餐时间 或者上下班的时间 这是人潮比较 就是比较多的一个时间 我们会专心忙碌 可是在离风 所谓的离风可能是 尖峰前 午餐前的时段 可能11点前左右 或者是11点以后 这个是人比较少的时候 尖峰前后的这些时刻 我可以专心做一些准备 譬如说我先把货架上的东西补起来 我先做一些其他补货动作 所以藉由这样尖峰和离风的一个任务 核心不同的一个安排 其实才比较能 就是把不同的这么多的一个任务 同时做一个 就是完整 同时做一个完成的状况 当然了 我虽然说超商任务很多 可是其实并不是超商 每天都是一个满载的状况 他其实是有人多的时候 有人少的时候 甚至可能有一整天 都是人边少的情况下 所以其实任务虽然多 但并不是每天那些任务都会重复的出现 有时候是不会出现的 当你们人那么多 工作那么多 然后其实整个处理的速度那么快 其实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去看待顾客 就是你们跟顾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对我们来讲 你就是一个协助我们 帮助我们 那顾客呢 顾客会跟他有什么样的互动吗 或是有什么样的情感的交流 这种可能性吗 其实多数顾客可能 两个就是瓶水相逢啊 就是我可能去买个东西 其实跟店员并不会有什么太多互动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客户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当我开始跟店员聊天 或是有一些其他比较深层的交流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会影响我在超商结账的时间的 有时候可能只想买个东西就离开 所以这个跟店员建立一些情感连结 其实有时候也未必是客人想要看到的结果 可是确实也会有少数的一些客户 譬如说可能经常来某间超商的客户 我们都叫他常客 比较常来的一个客人 或者是说这个就居住在附近 居住在附近可能也就是常客的范畴 那我们可能会跟这些常客 有时候会聊天或者见面的时候 我可能就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譬如说我知道某个可能四五十岁年纪的一个先生来 就是会想要买某个指定品来的香烟 我一看到他进入超商 我就会转身帮他打他的香烟 所以其实在面对数量比较少一些 居住在附近或者是比较常来消费的一些客人 我们是跟他有一些连结的 不管是记得他的一些嗜好 或者是说跟他会做一个聊天的一个互动 其实在少部分客人上 是有这样一个情感连结出现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 还是有可能会 当然你要说回到那个传统所谓的杂货店的形态 当然是不太可能 可是人跟人之间他不是那么的疏离 或是完全就是一个纯粹的消费的关系 商品的关系 你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组合劳动 什么是组合劳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理想来跟我们分析 再一个讨论组合劳动跟过去的传统的工作形态 有什么样的不同 为什么在超商工作会是一种组合劳动 我们先休息一下 超商出现依然还是对时间的 我们对时间的一个需求 那譬如说我们可以从自己的事件看到 我们可能下班后 我们可能整天上班或者是我在当超商店员的时候 下班后只会坐在那边一直滑手机 其实为的不是什么 是为了我有一个自己时间的掌控 我想要滑手机 是因为我决定这么做 而不是我被强迫去做工作 所以看起来好像无意识在浪费时间滑手机 其实为的是表现出这个时间掌控权是属于我的 对那背后反映出来 当然是我的时间都被别人剥夺掉了 我可能都在上班 必须被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那对时间的要求其实反映在很多其他层面 比如说我们可能 就什么东西都想要赶快拿到 像是去超商买东西很快就可以拿到 或是去排队 我们不想等待 我们想要快点就结完账 或者是在其他方面 我们可能常常去求一些懒人包 或者是快速上手的教学 这些都是我们对时间的在意 那也就是我们对快速取的某些东西 这件事的要求其实越来越高的 我们不想再花费任何的比较多余的时间去做一个就是资料收集或是产品取得的这样的动作 所以其实我很担心的是超商出现其实很大部分是因为时间对时间的需求 那这个对时间需求导致我们越来越常花钱去买一些时间或是减少时间浪费的这样的状况 那反而让我们越来越不在意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我们只要拿到就好 就我们只要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就好 我们不再求背后的原因不再求背后 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为我们付出而让我们得到这些产品的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灿烂时光会客室的经费是由公众捐款支持 让我们透过这个大众集资的方式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也能够有更多更深入的访问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万能电源我的便利你的过劳 超商的社会代价是游记文化出版 这本书是张立祥所写 那同时也是由他的硕士论文所改编 他的硕士论文是叫做超商店员何以万能便利商店劳动行程 与过程探究非常非常硕士论文的名称 不过这个不只是一个名称或是一个论文 其实在2018年这本完成之后 他其实也得到了台湾社会学会的硕士论文奖的加作奖 也得到的这个硕士论文奖的田野工作奖 今天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就是立祥 立祥你好 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自己在指导学生的时候 我都会常常会建议说你其实就研究你自己 或是研究你自己的工作 研究你自己的场域 很显然你这篇论文就是研究你自己的工作 研究你自己的场域 那也是透过田野的方式来去进行调查完成 我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所谓的田野的训练 社会学的田野训练 让你在工作的时候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或者是他除了让你完成这一本论文 然后写出了这一本书之外 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在看事情看待问题的方法 或是看待自己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进去超商里面做研究 一开始当然并不是为了做研究的进去 而是因为可能只是为了赚取生活费而进去的 那所以在前面可能可以说完全没有想要在超商里面 获得一些知识或者是说 试图深入去研究超商这样一个田野的场域 对是那其实也是随着就是读社会学 读的比较后期 开始有一些从外界输入脑壮中的这些知识 那让我会在超商工作的时候发现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或者那边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 或是我跟客人的互动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省思的地方 我会开始做一些其他的一个联想 当然这仅止于可能是有一些脑中胡思乱想的一个状况 就是一直其实知道硕士阶段 因为有写论文的压力 那有写论文压力以后就会想到 我在超商里面 超商其实好像蛮适合做 也整个这样的一个研究一个对象 那刚好我就在里面 我除了可以客观的从其他地方搜集资料以外 我都已经在田野里面了 我是不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把我每天上班的一些景象记录下来 不管是用文字 或者是一些简单整理想法 把它记录下来 或甚至是逐笔的回到家以后 逐笔的把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全部把它写下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开始写论文以后 动机比较强烈的情况下 我会开始去把超商里面经历到一切 都把它记载下来 这也其实形成之后论文在撰写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因为我有丰富的现场经验以外 这个经验是身体上的经验 或是感官上的经验 但是我也有特别为了记录下这个经验 把它转换成文字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会不会让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会 视野比较不同 例如说可能别人在看工作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工作 但是你在看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眉角 很多的逻辑 或是那工作背后的一些 更复杂的体系的体制的问题 会不会让你变得更疑神疑鬼 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乐趣呢 还是这其实是一个 更让自己更累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算是个乐趣没错 因为打从我开始 对超商一些这个主题比较有兴趣以后 我开始比较没有那么会去抱怨 所谓的抱怨可能是我当店员的时候 会觉得客人怎么那么讨厌 怎么都是OK 他们干嘛这样子 或者是我作为客人的时候 我在看店员说 你怎么会动作那么慢 你可以快一点吗 就是这样一个抱怨情景 可是当我开始深入这个主题以后 就是多了一些省思以后 其实就开始想说 他做这件事是不是有道理的 其实他并不是要无理取闹 或者是故意要动作这么缓慢 其实是因为有其他任务扛在身上 或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 所以开始有这些省思 或这些想法以后 其实我觉得比较是一个乐趣 所以每当我走进超商 不管是以前或是现在 走进超商以后 我都会开始想 现在店员做的这些 是因为什么压力 或者在什么背景下 才会做这些事情 那客人可能跟店员开始吵架 那又是因为什么情况 我会开始用一个 比较远距离的方式去观看 而且试图去解析 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可能会多的一些不同的观看的方式 甚至他可能会多的一些理解 或是多的一些体谅 在这个过程 那我们再回到你的书里面 来谈这本万能店员 那这里面填到一个概念 叫做组合劳动 什么是组合劳动 这个劳动跟过去台湾 或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劳动形态 有什么不一样 组合劳动这个词对我来说 其实是从生产线的工作情况下 做一个延伸 那可能在比较早期的工厂 或者是其实现在很多 比较大的工厂 也许也是如此 工厂线生产线的一个工作 大概是这样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定点 然后重复做同样一件事情 不管你可能是做焊接 或是东西的成品的一个筛选 基本上他会固定做某些动作 那他可能一整天 就是重复做这样一个动作 但这个工作形态再过去 其实是被认为效率很高的 因为一个工人只要做一个动作 其实他是节省很多 你动作和动作时间的一个空档 他会节省那些空档的时间 把它省掉了 所以一个工人只做一个动作 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幅提升 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业 就有效率 工厂里面的效率 对 那组合劳动是因为 我认为在服务业的场景之下 我发现 他并不像过去工厂那样子 一个人他 一个劳动者 他可能需要同时做很多件事情的 他并不是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的 譬如说 当今天我在服务业里面 我要操作就不只是机器 我一定还有 就是一定还有人 就是客人需要应对 所以在这个场景下 我光是应对的对象 就多了一个种类 同时有人 还有机器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种类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 同时要面对人 也要同时面对机器 其实我们在操作一个机器的时候 这个机器所附带任务可能是很多的 我可能需要做维护 我可能需要用它来制作一些成品 我可能需要去让它有一些bug 就是有一些异常的时候 我需要去厘清 所以一个机器上需要的任务 其实是有很多的 那在这三种条件下 就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机器 加上每个机器 或是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任务需求 这三个条件情况下 会让我觉得 这个劳动的场景 或这个劳动的模式 其实跟比较早期那种工厂式的 一个劳动的情况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也觉得不太适合再用 过去对工厂劳动 一个描述型的方式 把它沿用到现在服务的场景 我认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虽然它工作形态不太 例如说泰勒式的工作 比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是我就是不断的在做同富的工作 然后工作人不知道 他做得出来的产品是什么 跟他这产品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甚至他可能就是一个loutine式的工作 那大家会讲说 这种工作是一种把人意化 因为他跟自己的产品 跟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贡献之间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可是从组合劳动来看 虽然他的工作形态是更多样 然后他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这种输送带式的这种做法 可是他其实也是把自己锻炼成一种 我觉得某种程度 他也可能是一种反应 就是快速的反应 快速的把很多的劳动组合在一起 那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异化 就是在那个过程工作人当中 他到底是 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或者他自己 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能说完全不知道 他知道自己他做的这个成品 他可以看得到吗 或者他其实有什么样的成就感吗 还是说他就是一个服务 然后这个服务把很多的东西凑在一起 他就是一种成就呢 确实我觉得 其实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或是这样一个所谓的组合劳动员工作模式 我一来认为他是一种被异化的场景 像一个劳动 那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是因为 以超商店员的身份来讲 其实他所操作的机器 或者是生产的产品 其实他不来自于他自己 这并不是他自己做的 而是可能从远端的工厂做好以后 送到商店里面 或者是远端的工厂做一些原物料 送到烧场里面 他再进做一些加工 加热 所以其实这些产品的制作并不是来自于他 他只是做一个 最后一里入围的这样一个加工的动作 不管可能是围坡或结账 其实可能都是 对 所以其实我认为他的成就感 在这个过程里面完全不存在 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来自于他 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去促成这个东西 被贩售 或是被别人取得 那在这个情况下 对工作者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还是会回到人的互动上 比如说当我面对服务业的客人的时候 其实有些客人会让我感受到 我跟他互动 我如果用比较好的态度对待他 其实我会收到比较好的回馈 所以人的互动是一个 我觉得对超商店员这样一个工作者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那当然除了人以外 我觉得机器本身 或跟机器之间的互动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虽然刚才讲到说 这些产品不来自于我自己 我可能都是在使用别人制造的产品 然后来做一个贩售 可是当我在很忙的情况下 譬如说可能需要结账 结账的时候有客人很多 那在人很多情况下 如果我可以一一的把这些客人全部消化完 用消化可能不太恰当 但是其实意思就是把排队客人慢慢的结完账 然后把他一个一个送出商店以外 也就代表我结束了这个结合 你的服务完成了 是 对那我完成这些任务 完成这么多看似不可能结账的任务以后 我会获得一种快感 这种快感其实也是在这个情况下 这么多任务的情况下 才会有才有办法得到的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成就感 但是其实你看他讲那个快感 是至少我完成了一件事情 至少我得到了某种叫小缺心吗 或者至少我就是这个 我度过那个繁杂 那个让我觉得非常累的这一种状况 那这个其实也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虽然每天做的很多都是重复性的工作 可是他也会心很累 他也会身体很累 那就算你在书里面用这个82年生的 这个金智英的一段话 我觉得这句话用的非常的经典 说你知道最让我难过的是什么吗 医生反悟我饭是电子锅煮的 衣服是洗衣机洗的 为什么我的手腕会痛 当然会痛嘛 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每天要操作这些机器 虽然这个机器饭不是我煮的 是机器煮的 可是我要去摸那些机器 我要去控制那些机器 也要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或是这些所谓的劳动 甚至在过程里面其实 如果我煮的饭还被人家嫌弃不好吃 或是没有做好 我还是会心很累 就好像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一样会心很累 在这个书 这本书里面其实你也谈到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都在便利商店 但是你提到说便利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这个便利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代价我觉得其实还可以从 就是围观和续观角度 就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谈 那比较围观的层面 可能是我们在 就是这些工作者在工作上会遇到的 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个 大家可以获得比较便利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可能必须要24小时营业 那24小时营业的情况下 就会有很多的一个日夜颠倒的情况 或者是有大夜半这样一个特殊的族群存在 对那这些对健康有可能是比较不利的 因为其实过去听到很多大夜半身体不太好 这样一个消息 对那或者是其实我们开始也会慢慢在超商里面 超商里面看到我们的货物已经越堆越高了 可能地板上全都是往够货物在超商里面堆着 对所以其实这个货物量开始暴增 那这个电源开始面临越来越加忙碌的一个情形 嗯 这个存在 对那我们也不只是在超商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超商的远端 也就是物流端 他们可能也是每天都在赶工做一个捡货 或者是运输的这样一个动作 对那可能是送完一台车 然后可能要接着下一台车 其实他们是比较操劳的 或者是也不只是超商的前线物流这种 其实像是我们最近比较依赖的外送员 他们可能为了赶快把商品送达客户手中 他们必须要做比较 骑车比较快可能飙车这样一个动作 对所以 其实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是比较不利于 就是劳动者本身的一个不管是生理上或性理上 其实都是不太健康的 嗯嗯 对这是在个人层面的部分 但除了个人层面之外对整个社会来讲的 例如说这样的一个 这个便利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大家都很忙 所以忙到我没有办法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些便利的包括外送员 包括超商 他来去解决我的吃饭的问题 解决我的缴费的问题 所以他归咎在你头可以看到 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其实我们的某种的人力 所谓的自我营生的能力 其实慢慢的都被取代 或是因为分工的结果所造成 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很多的人 可以取代我们 或是很多的人可以帮我们完成一些事情 我只要付费就可以 会不会让我们更忙 我们更投入到我们觉得说 这个要为这个自己来奋斗 为家庭而奋斗 而不断的卷入到这个大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机器里面 一直忙一直忙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确实觉得是有一种重复恶性循环的状况成对 我觉得比较偏向社会层面 其实超商出现依然还是对时间的 我们对时间的一个需求啦 那譬如说我们可以从自己的事件看到 我们可能下班后 我们可能整天上班 或者是我在当超商店员的时候 我下班后只会坐在那边一直滑手机 其实为的不是什么 是为的我有一个自己时间的掌控权 我想要滑手机 是因为我决定这么做 而不是我被强迫去做工作 所以看起来好像无意识在浪费时间滑手机 其实为的是表现出 这个时间掌控权是属于我的 对那背后反映出来 当然是我的时间都被别人剥夺掉了 我可能都在上班 必须被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那对时间的要求 其实反映在很多其他层面 比如说我们可能 什么东西都想要赶快拿到 像是去超商买东西 很快就可以拿到 或是去排队 我们不想等待 我们想要快点就结完账 或者是在其他方面 我们可能常常去求一些懒人包 或者是快速上手的教学 这些都是我们对时间的在意 那也就是我们对快速取得某些东西 这件事的要求其实越来越高的 我们不想再花费任何 比较多余的时间去做一个 就是资料收集 或者产品取得一个这样的动作 所以其实我很担心的是 超商出现其实很大部分是因为时间 对时间的需求 那这个对时间需求 导致我们越来越长花钱去买一些时间 或者是减少时间浪费的这个 都这样的状况 那反而让我们越来越不在意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我们只要拿到就好 就我们只要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就好 我们不再求背后原因 不再求背后 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为我们付出 而让我们得到这些产品的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越便利 但是我们越越卷入到那个循环当中 然后某种能力 或是某种的甚至所谓的好奇心 或是某种的自我 最后只剩下滑手机 就是好像是滑手机 我能够掌握到我自己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可是所谓的自己 或是所谓的自己的时间应该 照理讲他应该有很多种的可能性 或是很多不同的类型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 其实我一直会 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也会想到 吴伟丽的那本想要猜到这本书 然后想要超商里面的这个结论 虽然我觉得 他并没有写的很完整 但他提出了一种希望 这个希望是说 超商的店员其实是可以透过集体的方式 透过集结的方式 劳动的这个所谓的团结的方式 来去争取更好的这个劳动条件 那我在看你这篇这本书的时候 同时我也看到许仁硕的一篇这边评论 这里面也提到在 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冻饭叶子 也是这种24小时的这个连锁店 他们其实也是长期的受到 这种快速的挤压的 然后非常必须要求 他们的效能的这种工作的压力之下 他们其实透过代工的方式 然后透过其他的这种团结的方式 来去改变他们劳动条件 这样的一种期待 在台湾的便利商店是有可能发生的吗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悲观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当时写在超商出的这本书以后 有很多人确实是号召加盟组 便利商店加盟组之间的串联 对来做一个反抗 可是过了当时 可能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过了五年左右了 发现好像其实仍然没有 这样一个大型串联的活动 而成功的存在 只有零星的加盟组 做一些反抗的一个动作 对那其实这意味着 其实在超商界 其实它的串联 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每一间商店它的一个存在 都是独立零星的个体 那每个店跟每个店之间 是属于一个竞争的状态 所以他们要联合 其实并不这么容易 再来是其实总部对加盟组 其实有很多一个限制 所以也让他们的一个 其实联系组串联的一个抗疫 其实不太那么容易 那这跟店员的关系是什么 是店员终究是属于加盟组 聘雇的一个劳动力存在 或是一个人存在 对那在加盟组那边 竟然不可能获得串联 其实再往更基层的路 往这边走 其实是以店员来讲 其实是更不容易做一个串联的 因为当一个店员 需要去电力商店工作 其实为的是一个 那个一小时的时薪 我要的是拿到那个现金 以支应我的生活 那当我需要的是这个现金的时候 其实你多压榨我一点点 或是我多付出一点时间 或是我多 就给你剥削我一点点时间 我的精力 其实我还是可以拿到现金的 重点在于我取得现金的这件事情 这是很多店员其实是想要的 特别是很多店员 可能都是每个月月里现金 也许也都不是转账的方式 作为拿到薪水的 所以其实我认为 如果连加盟组的串联都不太可行 其实以店员来讲 其实是更不太可行的 这的确是如此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社会体制 这么庞大的资本鼠疫的这种运作模式 你要透过我们刚刚谈到了 不管是加盟组也好 或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螺丝钉的这种 所谓的集结这件事情也好 我觉得它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难度 不过我自己会想到一个事情就是 那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完这本书 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帮我们服务的人 他不是只是一个店员 他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这个活生生人 他面临到的劳动状况是什么 他背后的生产是什么 就好像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另外一个概念一直浮到我的脑海里面 就是商品百五角 就是我们常会看到的是 人跟人间变成是一个商品的关系 可是我们看不到那个商品的背后 那个生产的历程 事实上可能充满了很多的剥削 充满了很多的无奈 所以我们会去嫌弃这个商品好不好 我这个服务好不好 但是我们不会去体会到 这个人是辛不辛苦的 这个人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我们会不会是跟他是同样的辛苦 如果我们不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思考 开始去思考 你刚刚谈到的 我们刚刚谈到那些所谓的串联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 就是至少我们要能够先去体会 或是先去了解 一个产品的背后 它可能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而这个复杂的过程 可能充满了很多的血汗 很多的剥削 虽然它是看起来是万能 但是它其实同时也是血汗 今天非常谢谢立翔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下次有机会来跟大家继续讨论其他的问题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去找这本书来看 就是万能电源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